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先前我们做完平方表 那在这节呢 想要带大家 观察一些平方表的特性 首先呢 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居然 居然有什么关系呢 尾巴都是25 而且前面这部分 刚好是什么 连续两个整数相乘 像这个呢 是45的平方 就是什么 2025 20是4乘5 然后这边呢 3025是什么 5乘6 6乘7 7乘8 利用这个我们就可以 很快算出尾数为5的平方 接着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这个横列 开头为5的这一列呢 有一些特性 我们可以看到它末两位刚好是什么 149 162536 那前位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 例如说这57就是25加7 58就是 25加8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算一个54的平方 那就25加4是29 然后呢 4的平方是16 就2916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算出54的平方 是2916 接着再来看4这一列的 好 四这一列跟9这一列呢 也都有一个关系 就是什么 刚好是什么 14916 这样子过来 今天如果想要算47的平方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尾数呢 是这个09 就是3的平方是9 然后接着呢 就是什么 25减3 就是变成2209 这样就得到这个答案 好 那如果今天是要算这个42的平方 跟2相对的是8 8864 好 25减8就是17 这样就1764 对于9这排96的平方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所以它的尾数呢 就是这 4的平方16 然后100减了两个4 就是92 好 所以这样9216 这样子我们有个快速算出来 90几的平方 实惠对于25和75这排 它也有一个关系 就是什么 这边有点对称 这里都是76 这边都是29 这边都是84 那这边也是这样 7629跟84 另外再观察一下个位数 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就是什么 一个数的平方 它个位数值可能是什么呢 149 6 5 0 就只有这6种可能 对一个数的平方 它的尾数不可能是3728 有一些那题 就可以利用这些小特性 来帮我们快速排解一下这个答案 以上我们介绍了很多平方数的一些小观察 如果你还有看哪些观察 欢迎留言 那我们知道吧